孩子很急很衝動 爸媽該怎麼教呢 有沒有聽到聲音了呢 今天要來講說孩子的個性非常非常的急 你們有聽到了嗎 有聽到了嗎 非常非常急很衝動 小行為大影響 有沒有聽到聲音了 有聽到聲音的話給我一點回饋說 老師有聽到了 因為我今天要講很重要的課 就是孩子太急了 太衝動了 應該要怎麼辦 剛剛呢其實有點小當機 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聽到聲音 如果有聽到聲音的話 趕快跟我講說老師有聽到了 好來 今天要從一歲兩歲三歲四歲五歲六歲到小學生 趕快進來 剛剛呢沒有聽到聲音的 然後現在我又重開了 趕快進來 那來了一個 來上課一個孩子啊 他就跟阿嬤討東西 我剛才講到這一段 他跟阿嬤討東西吃的時候 然後阿嬤跟他講說 教室裡面不能吃東西 我們去外面吃喔 結果一不給他的時候呢 孩子又生氣然後又尖叫 然後還跺腳跟阿嬤講快一點我要 然後結果後來阿嬤看到他這樣子的時候 就一直很生氣 然後都快受不了了 就要直接把東西拿給他吃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 我就跟阿嬤講說阿嬤我來 我就跟阿嬤說我來 我就阻止了阿嬤 然後我就蹲下來跟這個小朋友講說 我知道你很想要 可是呢 你那麼生氣 你那麼急 你這麼大聲 好 沒有人知道你要什麼 那後來我又跟阿嬤講說 你慢一點 這樣子會比較好 好 當我講完了以後呢 孩子的情緒有比較緩 然後也比較不敢那麼跟笑 對阿嬤這樣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立刻給他 你知道一定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用情緒來要 他只會練得越來越著急 他只會練得越來越衝動 我不要孩子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會養成壞習慣 那我為什麼要蹲下來好好跟他講 因為他很快很急的時候 我很慢 其實我是一個model 就是我是一個模仿的對象 我要讓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很急 但是我不會跟著你一起急 可是如果他很急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給他 他要的東西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他會養成這種習慣 而且下一次還是用這種方式 那阿嬤有跟我講 那個時候阿嬤就跟我講說 老師 那是比較怕你 意思就是 他比較怕老師 我們在家裡面也是這樣子 好好跟他講 但是他一樣啊 情緒一上來的時候 又急又快又不能等 好完全都沒有效 所以呢 那一次的事件以後 很多爸爸媽媽就跟我講 老師請拜託幫我們看一下這一集 很多的孩子都是很急 然後很衝動 然後很不能 很沒有耐心很不能等 然後呢 情緒上來的時候 完全都不能溝通 你說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呢 好來大家來say hello一下 讓我看到你們好不好 兩千位爸爸媽媽了 好來 阿嬤哈囉 你家的孩子會不會很急很衝動呢 我今天要到整個從寶寶版本 講到小學生我通通都要講 好OK 很多的爸爸媽媽說現在開始有聽到 已經兩千多位爸爸媽媽 趕快上線來 我們要討論這一集 孩子太急太衝動 應該要應該要怎麼教 應該要怎麼教 好有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有的話請給我們一些表情 給我們一些符號 然後呢跟我們講說 有老師我家的就是這樣 然後你家的是幾歲很急 你家的是幾歲很衝動 趕快來喔 你家的是幾歲很急 幾歲很衝動呢 好先來看看這十個鏡頭 兩千兩百位爸爸媽媽媽 有沒有中呢 小朋友有沒有中 第一個寶寶性子很急 得不到的時候就尖叫 得不到的時候就尖叫 第二個 做不好就生氣或者是哭鬧 那第三個 脾氣來得很脾氣來得很快 常常不能溝通 第四個 學習都不細心沒有耐心 然後再來第五個 太自我 什麼都要照著自己的規定做 第六個 常常犯同樣的錯 提醒的都沒有用 第七個 動不動就插嘴 動手 然後都不能等待 第八個 沒有聽別人說完就動手想要做 第九個 看到東西就想要呢 然後也不想想人家交代過他不能要 然後第十個 常常沒有聽到人家說就去做了 個性很急最難交 聽不進去最難交 所以呢 今天一定要來好好講一下這十個鏡頭 剛剛十個鏡頭你們的小朋友中幾個 兩千三百位爸爸媽媽 你們的小朋友中幾個很急很衝動的狀況呢 我今天齁一定要一定要好好來解釋一下 要怎麼講 剛滿一歲的你等一下也要 你等一下也要來聽 五歲的你也要來聽 或者說是小學生的也要來聽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對孩子未來的品格很重要 所以個性級不是小事餒 個性級真的不是小事餒 三歲之後東西看了以後就會想要拿 或者是脾氣就直接標起來 根據研究發現這一群孩子長大之後 健康經濟還有自我管理都會比較差 所以由小看大 從小就可以看出長大之後的性格 這是研究告訴我們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年紀來看 現場有沒有一到兩歲寶寶的爸爸媽媽 你們的寶寶會不會很急 很迫切的趕快要拿到那個吃的 不給他的時候然後就哭鬧 或者說是東西看到的時候就要拿 或者是甚至就是寶寶動手搶的等等 這樣子的有沒有 第一個 一兩歲的寶寶很急很急 性子很急的時候呢 急著吃急著拿急著搶 不然的話就尖叫哭鬧丟東西路倒 這個應該要怎麼辦呢 來這個 來注意看 已經2600位爸爸媽媽了 然後趕快來上線趕快來看 我等一下會一個一個打開 你聽完這一集了以後就知道 你的孩子在那個年齡層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對應 應該要怎麼教 第一個引導看人 第二個用寶寶溝通法 什麼叫引導看人 好舉個例來講 這個玩具 孩子要搶過去 孩子要搶過去 兩歲以內的孩子佔有欲很強 那是因為他的物權發展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全世界的東西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 好 當他要搶的時候呢 因為他專注在他的那個東西上面 如果你跟他搶 他連你這個爸爸媽媽他都不會認 連你是阿公阿嬤平常照顧他的人他都不會認 他會尖叫 他會哭 他會生氣氣 好為什麼 因為他的眼神只有注視在這個東西上面 我的做法是引導他來看人 我不會給寶寶 但是呢 我會把他要搶的東西拿到我的胸前來 拿到我的胸前來 問他說你是不是要 好 你是不是要這個 好 跟他說不能要這有什麼差別 我說 我常常在講教養的時候 我說差一點就差很多 把他拿到胸前來的時候 孩子的眼神看著他要搶的那個東西 很急的寶寶 他看著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他的背景是爸爸媽媽 是要給他的人 所以他會連下指令的人都可以一起看到 所以他的眼神被這個東西吸引過來了以後 結果他還看到在下指令的人 他才會聽到爸爸媽媽 或者是大人要給他的指令 所以這個叫做第一個 要引導寶寶來看人 他在急著要的東西 卻不能給他的時候呢 需要拿到胸前 拿到這個身體旁邊 然後呢 這樣子來跟他溝通 會比較有效 會比較有效 好這個叫做引導看人 你看已經三千位爸爸媽媽了 已經三千位爸爸媽媽了 我們在教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實用 你一定每一集都不要錯過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的話 你就要去我的YouTube上面 王者教養育兒寶典有YouTube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影音 過去的所有的直播都把它放在上面 裡面有很多0到3歲的教養方式 4到6歲的教養方式 然後還有小學生的教養方式 所以這第一個叫做眼神引導他 引導他眼神來看人 把他要搶的東西放到這邊來 再來開始進行溝通 就算那個時候他尖叫 他要哭 這個時候都比他不看人要來的好多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什麼叫做寶寶溝通法 你聽到重點一定要寫下來 因為這一些 這一些 有人說已經升到2900位受害者 現在已經3187位受害者 不管你現在是在YouTube看 還是你現在是在FB上面看 現在已經快到3200位受害者了 但是我覺得今天破解了以後就好 真的一級破解 不浪費你的時間 你知道我講東西的話是很實用的 我教的方法是很實在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我們在教育中心的時候 遇到很多很多孩子有這些行為上面的這些問題 但是對我們來講 用一點方法都很好帶 第二個叫做寶寶溝通法 寶寶溝通法就是這個 這個方法也叫做寶寶也能等一秒寫下來 這個方法叫做寶寶也能等一秒 就一秒 就只要一秒 意思就是很短暫很短暫很短暫 當寶寶很急的時候 第一時間的時候 不要給他 不要馬上給他 不要馬上給他 要等到他做出一些 為表情 為語言 跟為知識的時候 再講一次 當寶寶很急的時候 先不要馬上給他 當他做出一些 為表情 為手勢 為知識 的時候 這個時候 再給他 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為表情 為手勢 跟為知識 好 來 你看 你會聽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在這個直播裡面 本來就是知識性的直播 好 本來就是知識性的直播 那這個知識性的直播 就希望更多人知道 我們在教育中心裡面 在用的方法 我們在臨床上面 在使用的方法 好 為表情 為知識 為語言 譬如說 他在跟你講的時候 寶寶有 恩 或者是 要 或者是 給 類似的 就一個字 一個單字 一歲以後可能會有一個單字 更何況 一歲半 兩歲的 可能會有一些單字 在急的時候 可能也會有一些單字 或者是 孩子 孩子 點點頭 一直急著要 或者說是 手 手勢等等的 等孩子有這些語言 知識 跟表情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喔 再回應他 再回應他 好 你說 可是這不是讓他愚屈愚窮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孩子的這些表情跟知識 是比較難發現的 所以他只要能做到一點點 所以這才叫做 寶寶也能等一秒 只要有做一個動作 一個知識 在這邊聚集這麼久的 爸爸媽媽 你應該也有聽過我講 我們就要觀察出來 兩歲以內的寶寶 那種 為表情 為語言 為知識 他就是在溝通 因為他語言還講不好 所以你要更去溝通出來 他當他想要的時候 他有沒有出現一些 平常沒有出來的那些聲音 沒有出來的那些知識 或者沒有出來的那些表情 他就已經在企圖跟你溝通了 所以有時候不是孩子不乖 是大人不懂 有時候不是孩子不乖 這就是兩歲以內的寶寶 我們要知道的啊 所以這些育嬰跟育兒 跟這些寶寶的這些奧秘 我們一定要知道 當我們知道越多的時候呢 孩子的情緒就會越少 這就是我開這個教養直播 最重要的目的 好不好 好來 那接下來 很多人都有記筆記了 好你記筆記 才不會明天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又被一大堆的影片 被一大堆的東西 結果全部都蓋住了 你根本就看不到了啊 我都很擔心說 每一次假日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可能要出去玩 要各自要去忙的時候 結果要回頭來找這些影片的時候 通常都找不到 所以我們才把所有的直播影片 全部放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王文哲叫育兒寶典 一定要來看喔 這裡面有將近三百支的影片 還有過去幾百集的直播 全部都把它搬過去了 所以一定要常常來看 好來 再來 接下來這一個 三歲四歲五歲六歲小學生 越來越重要 我今天要教的就是太衝動 你絕對不能離開 因為呢 這個太衝動的這個行為 你如果從小沒有教的話 他到要上小學的時候的那一個階段 會越來越嚴重 會越來越嚴重 影響到他的團體融合 影響到他的學習成就 影響到他的聽指令的能力 影響到他的社交與人互動 會影響很多很多的層面 所以三四歲的孩子的爸爸媽媽 來你們有沒有在現場呢 我現在還沒有進來的要趕快進來 不管你是在YouTube上面看 還是你在FB上面看 我現在要講三四歲 我現在要講三歲跟四歲的小朋友 三歲跟四歲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有一個特質 他們常常在玩的過程中 常常容易出現沒耐心 不能等待 插嘴 插嘴也是常見的行為 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插嘴 動手 橫衝直撞 或者很多的爸媽媽跟我們反應 靜態的操作的時候 靜態的操作的時候 特別不行 特別沒有耐心 有沒有呢 有沒有 好 王玉婷哈囉 有看到你喔 你們小朋友有沒有這種 就是 橫衝直撞 靜態操作 沒有耐心 插嘴 動手 有兩個方法 一定要知道 兩個方法一定要知道 第一個叫做 交等一下的能力 第二個叫做 交忍耐五分鐘 好 來我一個一個講喔 好來 交等一下的能力 也叫做 交停一下的能力 呃 這一個 這一個年紀的小朋友啊 他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的活動 要開始增加思考類的跟觀察類的 來你寫下來 三四歲以後的孩子 他們的活動 不管是你買一個桌遊 買一個繪本 一個童書 或者是跟他玩一些玩一些玩具 教具之類的 這個時候要開始增加兩類 一個叫做思考類 一個叫做觀察類 好 一個叫做思考類 一個叫做觀察類 譬如說 有些書或者是有些桌遊是 看一看這一這一張圖 少了什麼東西呢 好 這個跟 跟三歲以前喔 再跟他閃卡 或者是這是什麼東西呢 那是不一樣的 三歲以後就要開始思考 看一看這張圖 少了什麼東西呢 你能找出會飛的動物嗎 他需要去想 他需要去觀察 他需要去回憶 你覺得哪裡不一樣呢 好來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些桌遊叫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但是我們在感統教室裡面 都一直在玩這些桌遊 好 譬如說 我們這個桌遊叫做 衝動控制桌遊 我今天會一直跟你講 這世界上就是有一種桌遊 有利於 有幫助於孩子的衝動控制的發展 很重要 好 在這些卡片裡面 我們會 我們會給孩子一人五張卡 來 給我五張卡 好 五張卡三張卡都可以啦 你要再更多一點也可以 在他手上有很多很多這些卡 然後我們再出大卡片給他 我們再出大卡片給他 好 然後他手上有這些卡 然後 出來 出完這一張的時候啊 這個叫做 野民手快的一個配對的桌遊組 好 他在這一張大卡片裡面 看到小卡片裡面有哪一個 他就要趕快打 有一點點像復刻牌的心臟病 但是好玩多了 好玩多了 這個呢 叫做 衝動控制桌遊 我在現場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玩太多給你看 禮拜六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來天才領袖玩 或者是 等一下可以上我的line 或者說是呢 等一下可以上天才領袖 親子王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一類 衝動控制桌遊 好 衝動控制桌遊 你一定要知道 很好玩喔 小朋友版本的心臟病 這種衝動控制桌遊 需要觀察 需要停下來去想一想 很重要 而不是直接去回答字卡有什麼的 所以這種需要停下來的遊戲 會刺激大腦的前額夜的煞車系統 再講一次 這些需要停下來的這一類 衝動控制遊戲 衝動控制桌遊 可以刺激大腦去發展 去發展什麼 發展他的煞車系統 讓他學會停看停 這叫做衝動控制桌遊 你等一下就到天才領袖來找 衝動控制桌遊 幫大家找了一些 我覺得蠻好玩的 你都可以去參考看看 好再來 第二種叫忍耐五分鐘 忍耐五分鐘 三四歲的孩子 我覺得可以跟他們玩一個 叫做用馬表來計時五分鐘忍耐一下 譬如說五分鐘不說話 或者是我們來比我們來玩五分鐘之內 誰可以把積木疊到最高 誰可以把積木疊到最高 誰可以把房子疊到最高 那這一類的遊戲是以什麼 是五分鐘嘛 是以那個時間為任務 跟時間為目標的這一種導向 所以呢 會發展幼兒出接的什麼 時間定向感 時間定向感 你有聽到什麼樣的重點的時候 就要趕快把它記下來囉 好 那所以這個三四歲的話 就是這兩招 你可以開始去教他等一下或停一下 利用衝動控制桌遊 我已經講了第三次啊 衝動控制桌遊 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字怎麼寫 衝動控制桌遊 在天才領袖 趕快去找 我幫大家集結了一些衝動控制桌遊 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衝動控制桌遊是什麼 而且呢 從三歲四歲五歲六歲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玩了喔 好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選了一些東西喔 再來 五六歲的孩子 好 來 現場有沒有爸爸媽媽 的小朋友是五六歲的孩子 五六歲的孩子呢 我覺得這個年紀是一個能力變強的五六歲 可是能力變強五六歲很急的原因 很多時候都是自以為是 很多時候真的都是自以為是 他們覺得自己很厲害了 他們覺得很多東西我想要自己來了 所以呢 他們在很多很多的活動裡面啊 其實他不太聽指令的耶 或是他不聽完整的指令 他就已經要做了 因為他這個年紀的話 他的特色就是比較自以為是 好啦 有沒有發現呢 有沒有發現五六歲真的是這樣呢 尤其是這個年紀的小男孩 有沒有加油小男孩的媽媽們 記得今天是國際世界不打小孩日 今天不能拿出後素貢跟五指姑娘 好不好 今天只能來學直播 今天是國際不打小孩日 好不好 然後呢 尤其是小男生 小男生到五六歲的時候 因為身體裡面的雄性基數很高 所以呢 在這個年紀的五六歲的小男生 非常衝動 非常衝動 那很衝動的小男生應該要怎麼樣教呢 有兩個 有兩個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叫做要學衝動控制 沒有錯 就直接教衝動控制 我等一下跟你講怎麼教 第二個要教情緒覺察 第一個要教衝動控制 第二個要教情緒覺察 那衝動控制的應該怎麼教呢 我們可以利用停看聽的遊戲 你可以稍微寫一下 我再來講 什麼叫停看聽的遊戲 那譬如說去玩牌 你去玩牌的時候就可以跟孩子 跟孩子講說我在出牌的時候 什麼顏色要拍 什麼顏色不要拍 什麼數字要舉手 什麼數字不要舉手 然後呢 這樣子就在培養孩子的停看聽 還有執行任務的一些能力 這些活動都是天才領袖感同教室呢 常常在培養孩子衝動要控制的 很好的一些活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才在講的 去天才領袖找吧 只有天才領袖那邊幫大家集結了 衝動控制桌遊 有一些衝動控制桌遊 玩這些就是玩這些 可以控制孩子的 可以去訓練孩子的衝動控制能力 可以讓他慢一點 可以讓他不那麼急 可以讓他去想一想 可以讓他去觀察 好這是衝動控制的訓練方法 第二個叫做情緒覺察 第二個叫做情緒覺察 情緒覺察的話大概是這樣 很多的孩子在五六歲的時候 他雖然已經比較大了 但他還是不知道自己太急太快 聲音太大 情緒太強 結果一直維持在那種很快板的頻率 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有沒有這樣子 所以呢 當孩子不知道的時候 你大人真的要訓練他自己情緒覺察 告訴他說 欸你這樣有沒有太快呢 你這樣有沒有太急呢 你是不是因為太快了而做不好呢 你要不要試一下慢一點 像我這樣 為什麼要有像我這樣 因為要示範 那個快跟慢 對孩子來講是很抽象的 所以當你沒有像演員一樣 演個戲 或者是示範一下給他看的時候 他很難懂 這種抽象的概念的話 就會變得很難懂 好所以這就是五六歲喔 五六歲也要開始用什麼 衝動控制桌遊 再來七八歲以後的小學生 好來 有沒有七八歲的小學生的 或者是再更大的小學生的家長在現場 小學時期的這些習慣 跟終生的品格真的最相關 小學會影響一輩子 所以呢 一個孩子如果進了小學 他還是非常非常衝動的話 就會影響到他的團體融合 一個社交細節觀察還有反省能力 還有一些反省能力 所以不要讓衝動變成孩子的壞習慣 小學生我有兩個要提醒 第一個叫做雙重任務 第二個叫做定心練習 一個叫做雙重任務 一個叫做定心練習 好什麼是雙重任務呢 好譬如說來教你們喔 你有聽到的話你要把這些活動把它記起來喔 好來那假日的時候 尤其是放連假的時候這幾天一定要複習再複習 因為我今天教很多很多的活動 雙重任務就是讓孩子專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練習 然後呢除了玩剛剛講的衝動控制型桌遊 好你可能第一次聽到衝動控制型桌遊 趕快去天才領袖找衝動控制型桌遊 這一類桌遊有幾個特色 需要觀察 需要判斷力跟專注力 需要等待的能力跟需要正確反應 然後富有策略思考 然後還有工作記憶的一些訓練 那這些東西對孩子的整個衝動控制的發展 有很大很大的幫忙 所以我就把衝動控制桌遊把它集結起來 放在天才領袖那邊大家可以去找教材喔 天才領袖等一下我的LINE裡面也會給大家 那雙重任務的活動舉例來講 我舉幾個活動 譬如說一邊跳繩一邊算 1加2加3加4加5加6加7加8加9加10 一邊跳繩一邊算算數 1加到2加到3加到10等於55 這樣子把它算出來 好所以這個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也可以一邊跑步一邊成語接龍 那也可以玩一邊上下樓梯一邊被九九成發表 喔你這個假日有的玩了吧 我就會教很多很多的活動給你 類似的這種雙重任務 我大概腦袋裡面可以超過100個吧 那為什麼要這樣訓練 因為科學研究發現 科學界科學研究發現 雙重任務可以讓大腦進入一種很深層的專注學習 也就是說簡單一點就是有開發大腦的效果啦 有讓孩子的專注力更好啦 有讓孩子可以更專心更能等待 更不會很魯莽很忙忙忙忙忙的去做事情 這個叫做雙重任務 你有聽懂這一類的遊戲嗎 再來另外一種叫做定心練習 什麼叫定下心來練習 定下心來練習在小學時候的版本啊 我們會希望孩子要有30分鐘的定心練習 那倒不是說像大人一樣靜坐 或者說是做到這麼難的這些活動 孩子也會覺得很無聊啦 那我給的活動都比較簡單 譬如說連續30分鐘看一本橋樑書 但是不說話 連續30分鐘看一本橋樑書但是不說話 好或者是連續30分鐘去畫畫你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去構圖或者是去有一個故事 然後不離開位置 或者是連續30分鐘去做一個運動 然後練習不去分心做別的事情 好這叫做定心練習 那這個可以讓孩子自己去戴著手錶 自己去戴著手錶然後觀察自己可以 可能要多久以後就會沒耐心 你要引導孩子自己去觀察自己沒有耐心 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持續度 而不是你一直在那邊提醒 因為他已經是小學生了啊 你小學生你就要帶著他去了解 他多久以後就會開始怎麼樣 像毛毛蟲一樣 然後呢 親子中間再去共同定一個什麼 新的一個目標 那個時間的那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這叫定心練習 所以你看這些是不是都很重要 而且我在教的東西其實很多東西 你是過去都沒有聽過的 包括寶寶溝通法 引導看人 交等一下 忍耐五分鐘 衝動控制 情緒絕長 還有什麼叫雙重任務 跟定心練習 好這些東西你聽完了以後 如果沒有聽懂的話 你可以再去看回播 那這些東西我相信 對你帶孩子一定還是多少 會有一些幫助 那常常來複習 常常來這邊逛一逛 到哪邊去逛呢 我的YouTube上面 有300多支影片喔 非常非常重要喔 那今天晚上也有一個活動 叫做衝動控制桌遊 限量只有300組而已 我們只提供服務 然後不會再繼續賣了 把它賣完就 你有興趣的就來找 什麼叫做衝動控制桌遊啊 老師我真的沒有聽過 那母親節到了 天才領袖呢 也給大家媽媽最愛的 玩中學TOP10的桌遊 TOP10的桌遊 我們今天全部都放在 我們的天才領袖的官網上面 那都六六折騎喔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今天這一集呢 孩子太急太中洞 為什麼要講這麼多 原因就是希望 小朋友的品格力真的要從小培養起 真的要從小培養起 他如果從小就沒有耐心 結果我們認為他就是小孩啊 今天下午我在破預告的時候 好多人都說 那不就是小孩在這個階段的時候的盡頭嗎 好那我告訴各位 很多人兩歲的時候是這種盡頭 三歲的時候還是 四歲的時候還是 到小學生的時候 你還是看到那種不能等的 譬如說最近在月考 很多的孩子就是很衝動 看到題目的時候就寫下去 也不能等 你說要從什麼時候開始訓練起來 當然是從比較小的時候就開始培養啊 那方法都放在這邊了 希望呢大家 大家去思考一下這些方法 有的這些方法的話 會讓你更好教 會讓孩子呢 更能靜下心來 更能定下心來 好不好 OK 我們下個禮拜見喔 拜拜 拜拜